小小萱她也是很高然后很帅 她长了一张我觉得是娃娃脸 就是我觉得她是长得骨相很优越的那种 就是为什么说骨相优越啊 我觉得她十年二十年之后还是长了这种娃娃脸 因为有很多艺人为了写年轻完我就多说了 就是会打针然后填冲 就是把整个人变得右踩一点 但是虽然现在真的就是那种骨相的那种脸很小 然后又长得还挺可爱的 我记得她经常就是我们休息的时候她老叫声歌 然后她一声歌她他们那个工作人员 还有我们就有的工作人员会起哄说 那你声歌那以后我们好好唱一个嘛 然后她就还挺害羞的 因为经常就是大家都会起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她就有时候会唱那么一两句 她唱歌是真的挺好听的 就是我觉得我又不是学音乐专业的 我也不太能说形得了那个感觉 我觉得是很风凌很灵动的感觉 就是很好听 她经常在我们现场唱歌 然后我觉得孙塔轩她也挺会回气氛的 有时候说一句什么很好笑的话 然后就会调动现场气氛的那种 非常会 快手拥抱每一种生活